在中国传统武术的璀璨世界中 每一种拳法都独具特色 而咏春拳作为其中一种 历经岁月传承 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武术之一 全球各地都设有众多咏春武馆 每一位咏春师傅 皆以不同的方式 向更多人传授这项宝贵的传统 以确保其远远流长 这种传承不仅是技术的传授 更蕴含着对文化遗产的真实与继承 然而在马来西亚的某个角落 有一位特殊的师傅 承载着黄醇梁咏春的传承信念 他就是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师傅 丁超成 作为已故黄醇梁师傅的徒弟 丁超成师傅现在怀着师傅的遗志 将一代宗师叶问传承下来的永春拳法 传授于后人 永春拳是一门来自中国传统武术 目前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然而一代传一代流传下来的不只有华人子弟 也有来自西方国家的血统 将永春拳流传给华人后代 永春拳便在丁超成师傅的生活中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今他已经67岁 永春已经伴随他整整50年 永春从一项爱好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激情 自从他搬来马来西亚后 永春就成了他的职业 尽管丁超成师傅积极推广永春 但他也认为永春并不适合每一个人 倘若学生没有花费心思学习 那一切皆是徒劳 即便如此 超成师傅依然会全神贯注地去指导这群学生 他深知在这个追求快捷的时代里 许多年轻人渴望尽早达到一番成就 学习永春没有捷径也没有止境 只要学生愿意努力学习 丁师傅都很乐意倾囊相受 与西方的学生不同的是 丁师傅认为马来西亚的学生拥有努力学习的决心 师傅表示只要他还有力气 他就会继续教导 而这也是他的终身承诺 丁超成师傅以传承永春为重 不分肤色与种族 只为将永春流传给后代 在学生眼中 他被视为一位谦旋的导师 经常以无穷耐心解答学生的问题 不厌其番的指导直至他们完全领悟 学海无涯在丁师傅看来 一旦你自以为已经精通某件事 就会开始自打 但实际上你永远也无法真正掌握一切 直到你生命结束 丁师傅的眼中没有一丝傲气 他的形式风格成为了徒弟心中的榜样 师傅他做人做事还有教权都有三个宗旨 simple direct efficient so每样东西他都是以这三个concept为准 so就我们尽量把事情简单化 直接化还有就有效地去完成它 永春拳不仅仅是一门武术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通过学习永春 人们可以提高自信心 学习保护自己 调整心态 应对各种压力和挑战 持之以恒的学习和练习永春拳 不仅有助个人成长 也能够为未来的生活提供重要的支持和指导 而这正是黄淳良永春 一直以来倡导的理念 简洁 直切 高效 记者萧如今采访报道